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那麼這集我們帶您討論一下 民進黨確定拿下總統大位之後 但是賴清德的考驗恐怕才開始 因為他這次選戰當中 發現了這過去 他不是被譽為獨派精孫嗎 但如今獨派也不停了嗎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在台北市的立委就調一席 高家瑜落馬哭著謝票 雖然高家瑜說最大的戰犯 是自己未來會持續努力 但是很多人都認為 這一回在港湖區范綠分裂 才是丟掉這一席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這激進黨的吳欣戴 出來參選 他敗選之後還開心畢業 他們就解讀了 難道是因為獨派 寧可丟一席 也不要讓高家瑜來連任當選 那麼再來賴清德要面對到的問題 就是抗中牌已經不在了嗎 你看中二選覺得林靜宜敗選 他說我要思考如何再次獲得握不到的手的人 來肯定 他說不知道你平時做什麼 或是從社群媒體接觸訊息的這些搖擺選民 都流失了 對於民進黨來講是一大警訊 不過你看他之前不是以借選手段 台中釋迦 清消中部分卡關 那麼林靜宜當時痛批 中國是惡劣的買家 當時是大打 抗中牌 還說中國你夠了 結果呢現在還是沒有當選 所以是不是抗中牌顯然已經失效了呢 而我們在但影來看到的是 藍影也縱挫了太陽花世代 我們過去都知道了 他們推出一個民主大聯盟 太陽花世代包括黃捷 包括賴品瑜 包括了曾文學 吳真都上場 賴品瑜最終還是不得料 先想吳真也敗給了張志倫 尤其在桃園你可以看到了 很多一些老將也都沒有再連任了 包括了誰 包括了這民進黨的鄭韻彭 輸給了34歲的新人 綠營六席全調 鄭文燦在北流可以說是大挫敗 網路上網友就笑說 這個中國彭輸了 那麼再來還有新北的這個出世 含不願認錯的人 那麼就是這個羅志正了 他深受不啞騙 還有透露英黨的影響 那麼他拼連任最後還是輸給了 新北市議員葉元之 再來就是國民黨的新北第一選區 洪孟凱更是拿下全國最高票 自行宣布當選 他的對手何博文之前 是老婆被控涉及赴統戰活動 那麼甚至他的論文還被證實抄襲 最後也讓他失去了這一席的立委大位 但是我們現在要面對到的問題 今天挑戰也開始了 那麼就是邦交國的斷交 就在剛剛這個邦交國再少一國 諾魯總統發表全國演說 宣布跟台灣斷交 外交部說中國從去年起利誘 迫使諾魯外交轉向 田中光就說了 諾魯在2023年態度就反覆搖擺 而且還跟台灣所起巨額的經濟援助 而且還拿來跟中國來做比價 田光中就說了 實際點很突然可能也挽回不來 他們已經不願意見我們的大使 表示心意已絕 中國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打壓 有人就說了這個美麗島電子報的董事長是不是預言對了 因為他之前說了 這個台灣接下來面對挑戰才要來 而且他也痛批柯文哲 親手害了年輕人的未來 支持柯文哲的人就是將來八年 陷入困境最可憐的一批年輕人 而柯文哲也害了他們的未來 那麼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祝賀賴清德當選 但是中國外交部就跳出來說 停止向台獨發出信號 那麼當然在第一時間賴清德當選 美國的國務卿是發表了慶祝聲明 但是中國就跳出來說 停止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任何錯誤的訊號 那麼賴清德贏得總統大選 他們的外交部長王毅就說 寫稿台獨必受歷史和法律的嚴懲 那麼你可以看看 現在邦交國又少一個了 是不是挑戰戰要開始了呢 美國共黨派的資深代表團 昨天晚上帶台灣來今天跟賴清德閉門見面 賴清德目前都沒有回憶 是不是忙著跟美國來討論呢 我們先來問一下亮哥 你怎麼看這一回好像獨派這個牌 以及抗中牌似乎都已經失靈了呢 沒有啦 高嘉瑜那個選區 無心帶衝到兩萬八千票 那個李燕秀只贏一萬七 所以你說無心帶參選有沒有影響 當然是重大影響 坦白講高嘉瑜的票已經拿得不錯了 因為無心帶的票 不太可能給李燕秀對不對 所以這一局你要怎麼說呢 你也不能夠說民進黨的票沒給他 就是賴清德還是沒有能力 去勸徐國勇 陳時中 去叫無心帶不要選 沒有辦法 無心帶坦白講是選得相當好 兩萬八千票 這個沒有辦法 我覺得有一些地方 國民黨這次選得比較好的地方 大概就是藍白氛圍比較好的地方 那個最明顯就台中 對 台中 蔡其昌 蔡其昌上次是66%當選 贏了4萬多票 結果這次竟然不到50% 對 我剛剛還碰到蔡壁如 那蔡其昌最後那個禮拜 被逼得出來佔街口 你就知道蔡壁如才輸多少 蔡壁如只輸7200票 你就知道藍白合作對民進黨的壓力有多大 蔡其昌是很強的候選人 選成這樣 蔡壁如是空降 只輸7200票 那台中還有另外一位很強的候選人 叫張廖萬坚 對 結果敗給廖偉翔 大家都知道 廖偉翔當然在選戰後期打高端 對不對 廖偉翔當然他還是有一定的家族的實力 因為黃新衛議員我也認識 他很強的議員 可是我坦白講 張廖萬坚是很難挑戰的 他媽媽都跟他選過 對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可是就是藍白的氛圍合作出來了 就全倒了 結果到最後只有何欣淳跟蔡其昌當選 桃園也是 桃園比如說劉許霖 劉許霖就是他年輕 對 所以國民黨不要以為國民黨沒有年輕 不要 不是 國民黨這一次 你如果算侯夢凱41歲 張志倫40歲 另外我還找出7個人都是40歲以下 這樣算一算就9個人 許巧欣這一些 許巧欣33 還有34一大堆 月圓之 對 月圓之49 他保養得很好 我都查了 我做過功課 因為是那麼年輕 對 我做過功課 我跟各位講 國民黨光是41歲40歲這樣下來 就有9個人 所以國民黨不是沒有年輕票 有一些人雖然比較年長 可是跟年輕人也很合得來 比如說羅志強 比如說王鴻輝對不對 國民黨的問題不是沒有年輕票 是他連續三屆的總統候選人 不太有年輕票 所以你就誤以為他沒有年輕票 就是從朱綠倫2016 韓國瑜不幸碰到反送中 接下來侯友宜 所以我是覺得國民黨的這一群 當選的年輕的立委 要開始進入黨中央 來推動一些政策 機制 讓年輕人能夠在國民黨內紮根 這個我覺得一定要做 這個就是建大使剛剛講的 國民黨的權力結構要改變 這個是最根本的 你權力結構不變你怎麼弄 對不對 未來你再推出總統候選人 一樣跟年輕人有斷層 就是會有這種問題對不對 所以我坦白講我覺得 今天洛魯立刻宣布 跟中國大陸建交 這個就是賴清德 你自己在逃打是不是 你有看到他的當選敢言嗎 那個國際記者會嗎 你是要幹嘛 你要不要對比一下 陳學扁2000年318的當選敢言 陳學扁當場就說他用最大的善意 願意跟大陸來做交往 願意就各項議題來做談判 陳學扁318是這樣講 那金德在講什麼 我是民主陣營 今年第一場的勝利 第一句話就是這句 因為今年全世界有50場選舉 台灣是第一場 是 都證明了民主 對比威權我們站在民主這一邊 你是跟侯友宜跟柯文哲在選 柯文哲跟侯友宜 有說要站在威權那一邊嗎 不知所云 他根本就在做大外宣 當選敢言在做大外宣 就除了中國大陸以外的大外宣 你在講什麼 難道你跟習近平在選嗎 第二句講什麼 我們打敗了中國界選 自由時報當作標題 第三句 我們不走回頭路 要繼續走正確的路 所以你是要繼續走台獨 有盲幹到底 你意思那麼明顯 人家當然給你下馬威啊 不就這樣嗎 好 那麼我們要問一下 大家介大使怎麼看 尤其是今天諾魯宣布跟我們斷交 原本前兩天還在祝賀說 恭賀賴清德當選 怎麼馬上就斷交 是不是挑戰要開始了 我覺得這個中間就是說 賴清德的這個 他的言行很重要 雖然選舉結果是這樣子 一層定舉 可是這一段時間他的言行 他的整個表述還會影響中國大陸反應的強度跟弱度 跟他的這個配套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就不要以為這個事情有沒有轉圜 或者說完全有轉圜 事實上還是看賴清德他嘴巴怎麼講 他行為怎麼做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說真的要比邦交的話 說實話我們是比較弱勢 為什麼 諾魯這個國家他不是只靠跟一個國家拿援助 他要跟國際組織拿援助 因為他是屬於LDC LDC就是說他本身這個國家都要靠外援的 那聯合國有各種機構都可以給他 什麼兒童基金會 婦女基金會 發展基金 都可以給他援助 對不起 在聯合國裡面 中國大陸的影響力極大 甚至諾魯的高官想到聯合國裡面去謀口 一官半職 你要中國大陸同意 所以一個2萬多人口小國的話 他不是說只為了一點錢 他整體的國家利益 今天我們要跟中國大陸對比 我們不是聯合國會員國 比前我們有輸過大陸嗎 我們拿給歐洲的一個小國 對不對 立陶宛 我們給了他12億美元 對不對 巴拉圭給了多少錢 那諾魯才2萬人口的話 你會紮12億嗎 拿不出12億嗎 所以我認為基本上就是說 這只是一個例子 我覺得我們還有12個邦交國 還有很多國家 並不是我不認為 蔡英文他們是那麼有把握的 為什麼又重新 因為外交戰已經停了很多時間 為什麼又重新開始 當然跟現在台灣的大選結果有關 剛剛還講就是說賴清德 他要很注意自己的怎麼講 他的論述跟表述 這個時候你就跟這個誰一樣 林靜宜講說 台灣不買大陸的世家以後 就是全世界最惡劣的買家 拜託 你會害死台灣的世家的農夫 對不對 你只要不買你也就是最惡劣的 那現在大陸用什麼方式反應的話 他落選了 對啊 他落選了 所以就是說 你要從台灣的角度去看你怎麼講話 你都從你個人的意識形態去講話 你今天做這個位置的話 像賴清德做這個位置的話 那我們台灣就有很多事情還會發生 兩岸之間還有很多 我們不願意看到的事情也會發生 我們要問一下賴老師你怎麼看 尤其是這一次大選裡面 包括太陽花世代 幾乎也只剩下兩個了對不對 你怎麼看 我覺得過去靠宣傳 靠這種短暫的運動 想要獲得磨得政治利益的 他已經衰敗了 沒了 他的那個熱潮已經經過這麼多年 洗乾淨了 所以我覺得這批人已經沒有了 你說他要再重返 繼續在政壇裡面去打滾 我覺得他們基本上沒有那樣的一個特質 他們慢慢的就是邊緣人 整個不管是綠的或是其他的陣營的 他們永遠都是邊緣人 他們可以在邊緣中繼續去走動 但是只能用走動 而不能用活躍這兩個字 我覺得他們已經過去了 這個是一個趨勢 第二個台灣的選民已經告訴民進黨 告訴很多人說 我們不要兩岸吵架 我們要和氣生財 我覺得如果賴清德聽不進去 看起來他沒聽進去 因為他的當前遠說裡面 第一個就在於 應該講是欺負 或者霸凌侯友宜跟柯文哲 好像就是說你們兩個都是支持中國大陸的 你們是專制獨裁的 來對抗我 這個是你贏了還這樣欺負人家 我覺得這個是我看不下去 第二個他在攻擊中國大陸 大陸一個福建省來跟你投票就贏你了 不然的話你開放給福建省來跟台灣一起投票 看你賴清德能不能當選 對不對 反正我們台灣的移民都是 絕大部分從漳州全州來的 那你就讓福建的這些 他們也來投票好了 那兩省一起投票 然後到時候看投出來你賴清德能不能當選 我覺得大陸的福建省的省民沒有在台灣的投票的機會 那你還去吃人家豆腐 我覺得吃豆腐完了以後一張嘴 一張嘴講完了現在我們的後果就來了 諾魯立刻宣布斷絞 而且難看 而且是路特社先公布的 非常難看 而且你現在 現在你蔡英文怎麼處理 你賴清德怎麼處理 坦白說更難看的是誰 是美國跟澳大利亞 因為諾魯是美國跟澳大利亞影響力很深的一個地方 一個國家 那等於是你美國的特使團 或是那個兩位代表才來到台灣 一個是 一個是以前的國安的 來到台灣 馬上就給你打一個臉 馬上就宣布 你想想看那兩位美國人 現在在台灣幹怎麼辦 那很難看 好 那麼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就回來之後的 帶你來討論國際局勢